最近有报道 北京将新建的佛教大学 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桩非常难得的创举 请问老法斯认为如何 这是好事 可是今天 这个国家胡主席在世界上呼吁和谐世界 如果真正要世界落实到和谐 那就应当新建世界宗教大学 比佛教大学更有意义 每一个宗教是一个学院 将来所有宗教的传教师 这个宗教徒都是一家人 都是这一个大学 这是不同院系 那么这样子可以互相学习 不同宗教的经典 定定的 鸿沐相处 真正的基础 它为什么宗教当中产生矛盾 就是彼此不往来 彼此不学习对方的东西 只是赞叹自己 毁谤别人 这样造成对立 造成矛盾 如果要是互相学习 这问题就能解决 那我自己有这个经验 我跟世界上许多宗教都有密切的往来 而且都是真心交了朋友 就有很多人问我 用什么方法 学习 我跟基督教往来 我学习他的经典 我跟伊斯兰往来 我学习古兰经 我真的通达明了 这个样子对立就没有了 而且我学习的态度非常认真 我学习古兰经 我把我自己看作是最虔诚的回教徒 我独心就诱 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 耶稣摩西是我的老师 穆罕默德是我的老师 释迦牟尼佛也是我的老师 在我心目当中是平等的 是和谐的 没有冲突的 这才真正能教啊 化解冲突啊 促进整个世界社会的难地 全球的核心 所以一定要办这个世界宗教大学 把这个学校扩大 才符合这个国家领导人 所提出的愿望 优优独立的迹象 好了 感谢观看